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白了 他们只是容器 可是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克龙人 他们每天作画 画作会被一个神秘组织收走 这是唯一反对克龙计划的组织 他们想通过孩子们的画作 向世人证明克龙人是有想象力和价值的 但如他们所愿证明了一切后 反而引起了人类更大的恐慌 因为克龙人永远比人类更有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 学校被迫关闭了 在这群学生中有一种想暗恋对方的小孩 他们常常一起畅想未来 畅想以后美好的幸福生活 突来的消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在最后一堂课上 因为善良的老师告诉了他们实情 所有对未来的期待都化成了灰烬 离别的时候 男孩故意拒绝了女孩 从此两人变个奔东西 长大后因为真正亲临近 他们又聚到一起接受管理 这次重逢 让他们更加明白事事不易 生命值得他们珍惜 他们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或多或少完成一些心愿 少留遗憾 他们一群人跑去偷看自己的原型 想看一下自己犀牲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可是看到之后更让人绝望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他们的终点 男女主多年后重逢 他们再次鼓起勇气在一起 在生命逝去之前 他们不想再有遗憾 经历了种种曲折 当他们终于在一起的时候 男主已经争过三次气乖了 看上去生了红红的身体 早已不堪重复 男女主也见惯了太多客人人的离去 显摄的他们重逢爱护 只想陪伴对方 走到最后 克隆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 只要能证明两个人相爱 除了延长捐赠的时间 虽然希望渺茫 但这是他们仅有的救命稻草 他们在日清新完成的画作 找到当年的组织 可令人绝望的是 根本没有什么延期捐赠的说法 死亡是等待他们唯一的命运 在回家的途中 男主抑制不住内心情绪 仅天长笑 他纷纷着世道的故宫 同样身而为人 却没有活下去的权利 然而 故事的最后 男孩还是没有逃脱自己的命运 女主陪着他进行第四次捐赠 他微笑着 在手术台上离去了 女主满泪泪水 悲伤着爱人和自己感散的一生 这是一部关于命运和人权的悲情电影 可悲的地方 在于他们有人类的感情 但他们的存在 又在人权之外 如同气压与肉一样 任人学取 好了 永期的雕权料给你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被这个世界捧在手心 下期再见